烏二戰爭跟尾巴衝突 都凸顯了低軌衛星的重要性 要請教幸福哥 在SPEX S跟OneWeb之後 亞馬遜旗下的這個低軌衛星服務商 也把首批的這個原型的衛星 發射到太空中 那麼臺灣的網通股會被帶動嗎 其實這個這幾年的發展來講的話 特別是從去年烏二戰爭開始之後 這個所謂的低軌道衛星 這個產業越來越受到全球 甚至包括是一些先進國家 他的一個重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發現 過去傳統我們在打仗的時候 就是地面部隊 看你有多少人 多少手槍 多少手榴彈 戰車坦克這些 可是現在新型態的戰爭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你完全沒有看到敵人 你就光靠著所謂的無人機 飛到那邊鎖定他 然後直接炸彈丟下去 他就再見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現在各個 包括美國 甚至包括像是俄羅斯 他們都積極在發展所謂的低軌衛星 前面一段時間都是所謂SpaceX 就是獨佔翱頭 因為他現在打上去的這個衛星是最多的 不過亞馬遜這兩天在10月6號 他在美國的佛羅里達兜 他的計畫叫做Quiper計畫 他也先打了兩顆的原型衛星上去了 其實這個Amazon之前也是講了非常久 但是因為某種原因 他的計畫一直一直一直Delay 到現在終於打了兩顆上去 那甚至我們台灣最近也在上個禮拜 打了一個那個氣象衛星上去 其實我們也開始要往這個方向來去做發展 我覺得在台灣來說的話 或許我們可能在一些所謂的軟件 或是說在開發技術上 可能沒有那麼先進 不過在製造專台灣還是強項 就像這一次整個AI 或許這個最先進的晶片 都是美國的輝達或AMD或Intel他們研發 但是在製造端 還是要看我們的台積電 那在所謂的低軌道衛星 也是有同樣的現象 或許最大的營運商 就是美國的SpaceX或像Amazon或像OneWeb 但是我們在硬體的製造 還是我們的強項 那這邊其實也是有平面媒體 他有列出來一些台灣 在所謂的低軌衛星裡面的概念 從PCB裡面開始講 包括像滑通 抬光電 還有像電源系統 天線 公益放大器 接收器等等 這邊非常的多 那我覺得在這個裡面 我們就挑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 來去跟大家做說明好了 比如說像在有一家公司 他叫聲達科 他是所謂的這個地面設備裡面 非常多 做得非常還不錯的一家公司 因為他除了所謂SpaceX之外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OneWeb 還有包括像Amazon 這次的Quip 大概都是他的廠商之一 所以他在這個相關的產業裡面 算是立基點相當不錯 那麼從股價來看 其實他上上週 股價突然開始帶量往上衝 那最近稍微有點亮縮拉回 但是接下來因為隨著 往天空打的這個衛星越來越多的話 公司有表示 其實他這兩年 特別是第三季 他的整個衛星相關的營收 出現了非常強大的成長 那如果說接下來營收能轉正的話 對於他的股價會有幫助 那另外一個是滑通 滑通的話 其實他主要還是以手機板為主 那我們知道其實第三季 開始手機有加溫了 那再加上這個所謂的低軌衛星 這個商機來看的話 股價其實他現在位置也是比大盤高 是先回到所有均線之上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兩家公司 都是在低軌衛星裡面算是成家量比較大的 因為這裡面其實蠻多都算是比較小的 我們先調兩檔比較大成家量的 來跟觀眾朋友做說明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關心的是整個陳用林主件 現在迎接了訂單大潮 台場有機會來迎接這個史上最旺的第四季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